不管是哪个世代 人类社会依然有梦最美 只是有的时候科技进步道 让我们应接不暇 好比小时候超训的描述机器人的电影 现在都在真实世界里一一的实现 尤其在现在大家计较工时的浪潮之下 机器人只会越来越取代人类的工作 甚至会开始让机器人有自我意识 2017年机器人博览会 最近在英国科学博物馆登场 里头出现了这么一个 微妙微笑的新生儿机器人 五官皱起来跟手脚摆动的模样 都跟真实的小宝宝一模一样 看到的人都说非常的困惑 直觉很想照顾它 但心里头却知道 这是一个不需要照顾的机器人 您光看小baby后面连接的管线 就知道这是个多么精密的仿真机器人 不只是它 还有这个2016年问世的超仿真机器人 它可以皱眉头 还有生动的表情 甚至可以跟真人对谈 还能够接受记者的访问 还说要毁灭人类 所以英国标准协会 公布了一套专属机器人的伦理指南 协助开发者评估道德风险 到底要不要给机器人自我意识呢 未来机器人需要有道德规范吗 在还没有定论的时候 资深记者李玉莉 先带您走一趟英国机器人博览会 看看机器人世代已经进阶到什么境界了 2017年机器人博览会 形形色色机器人摆在一起 500年来的发展进入眼帘 几乎是目前最知名的机器人之一 情感型机器人Pepa 也在博览会当中出现 高矮放售机器人一次排开 有日本制造播报新闻的机器人 还有这种看起来很特别的 小男孩机器人 专门治疗孩童的社交焦虑 有着大红唇 眼睛会咕嚕嚕的随着人的移动方向转 看起来活灵活现 机器人是工业革命之后 及各项技术于大成的吉尼作品 过去18世纪 比利时发明家推出这款机械天鹅 把作家马克同文给迷倒 说这只机械天鹅有生命的优雅 但是整个展览当中 最受注目的明星是它 光是第一印象就让人非常冲击 五官皱起来眼睛眯着 看起来好像还在适应世界 双手双腿晃动 就像一个如假包换的新生儿 让人忍不住想要保护这个机器人宝宝 魔法 皮肤 气质程度 如果不是背后还连接着复杂的机械旗带 真的很难分辨差别 当代技术的发展程度 已经不是过去可以想象 过去人类心中的机器人是这样 绿叶仙宗里一呼就生锈的席人想找一颗心 钢铁外表的形象很像英国的第一剧机器人 1928年机器人Eric就让世界极度惊讶 他可以坐下 站起才能够喷出火焰 不过在首次亮相之后Eric就神秘消失 直到2016年才有艺术家努力复刻出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机器人 直至今日 人们已经很习惯机器人替我们代劳 Amazon甚至还要用机器人开家 只要三个人类员工就能够进你们的商店 就是担心员工以后工作会被淘汰 他们开始协助员工进修 专家研究发现2030年 在英国可能有25万名工职会被机器人取代 人类盼望机器人替我们做最辛苦的事 枪林 弹雨 钢铁之身的机器人来代劳 随着人工智慧的发展 机器人开始面临规范问题 例如 是不是该让机器人有自我意识 拥有了地势 拥有了感觉 会不会有一天机器人也想要开始摆脱人类的控制 机器人对人类反扑这样的题材好莱坞还没有拍腻 在机器人人形化越来越完整的时候 人性程度应该有几分呢 2016问世的超访真机器人可以皱眉头有生动的表情 还能够接受记者访问 英国标准协会公布一套专属机器人的伦理指南 协助开发者评估道德风险 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类 怎么分辨机器和真实情感之间的界线 是否需要规范机器人发展的甜花板 都是新世代要面对的挑战 记者留意最后报道 指南拆协会公布简易 推干最后風得下身 awkward priorit 开始 首先 你们不知道 你们 怎么 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